HELLO 大家好我是劍文 那今天要來講廢話 好那昨天11月5號我的賣店的工作已經結束了 因為我是9月5號開始工作然後兩個月 對昨天剛好結束了 爽啦 現在工作是從11月15號開始 就是那個學廠的工作 那也就是說我從今天開始到15號都完全沒事 5號去掉的話是一個九連休的概念 爽啦 九連休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第一個計畫是狂拍廢片 然後第二個是去觀光 第三個是念日文 然後日文小教室的節目想了好久 還沒想出來 卡在結尾不知道怎麼拍 所以劇本卡住了 所以再等等好不好 九連休到底要幹什麼呢 那我想到了再跟各位講 真的有人會想知道嗎 好那今天就是一個廢片的概念 只是跟大家講我賣店工作結束了 終於不用再去那個超級閒的地方 爽啦 每天站在那邊真的是很無聊 那我最後一天上班的時候 吃早班 耶 這樣就可以早點回來 工作三個小時只來五個客人 營業額比我的薪水還低 感覺公司就請我過去負債 就是一個公司有錢的概念 爽啦 你寫口